28日星期六凌晨2時35分左右, 在比華利山莊以北的高檔社區Beverley Crest 又出現了一宗致命的三死四傷大規模槍擊案。 案發地點位於Alison Road的2700號街區一個短租房屋外面。 3人在街上的一輛車輛喪生,4人在車外受傷, 其中2人傷勢嚴重,2人情況穩定,疑犯仍在逃。 警方目前正在尋找附近鄰居的監控視頻以瞭解當時發生的事情。 警方表示,這次不是一宗隨機的槍擊事件。 案發時,短租房屋內進行了某一種聚會。 根據房地產網站的消息指示,這間房屋舊入於2020年。 據稱目前的租客已經在這間屋內住了超過一年。 洛杉基消防部門及醫護人員趕到現場時, 在房屋前面的一輛車中發現有3人死亡。 3名死者身份已被確定。 年齡從26歲至33歲,全部都是外州居民。 其餘受傷的4人已被送往附近醫院。 1月份的加州很不平靜,先是在華人聚集的Monterey Park, 21日在母廳的槍擊案造成11人死亡,9人受傷。 24日北加州灣區又連續傳出兩次槍擊事件, 分別造成7人和1人喪生。 洛杉基院警察局正在加緊訪問其他住戶、目擊者及鄰居。 調查人員亦逐加逐互感,希望找到更多監控視頻、 搜集證據、還原案情及事發的原因。 當局仍在尋找這種致命槍擊案的疑犯。 洛杉基院警局搶劫兇案組請任何有槍擊相關消息的市民 撥打213、486、6890與警方聯絡。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。